留意到一个现象 俗称是和彩暖飞 为什么这么说呢? 看回今天升幅榜上升了最多几只 那些都是坊间称之为一些世界股或庄家股 以往也没有什么成交 今天也以几百%的升幅 三百%左右 二百八几、二百七十几 这些就告诉你市场都升到暖大 通常一个市升市 以一些恒指成分股最重的权重股升 即是ATM那些都升了 然后慢慢流入到不同的摆块 譬如今天看到有内地劝商 再加上内访 接着也看到有些世界股股爆升上来 所以大家应该要小心一点 好了 这些是一些迹象来的 就是诸丝买积利 短期有机会调整 如果真的做了调整 刚才我所说的行则的模式 那就真的调整了 调整了之后 下一转玩什么呢? 第一件事是权重股ATM是一定没得走的 你自己选择 我自己觉得是选择 这个美团是OK的 第二件事 好了 那会再炒什么呢? 国际金融股都会炒的 应该会控1299那些都会炒的 接着就炒回内险股的 238、2628那些 2628那些就走不掉了 接着就留意一件事了 除了权重股以外 一定其他股都会升的 我们要留意有没有新的政策 和市场的焦点在哪里 通常市场焦点是什么呢? 会有板块联动的 即是你看到升幅榜里面 其实有很多只都同一板块 譬如最近这几个很明显地 内需 你看到吃火锅的那些全部升到飞天 比如海底撈 砂布砂布 九毛九点 已经升到暖大龙了 你会看到原来 同一板块很多只都升得很好 这些板块联动就炒这些了 所以这是一个焦点 大家留意有没有焦点 还有有没有国策 国策出了之后 你看看板块是否升 如果是就可以跟进 未来会是这样炒下去的